前路禁區得分 被譽為HBL前哨戰的 場要被高中公益籃球錦標賽 8到11號在新莊體育館開打 10號由HBL強權能人家山 出戰青年高中 才剛開場能人外線手感發燙 加上團隊傳導能力流暢 逐漸拉開比分差距 不過能人並沒有得意太久 第二節青年除了外線開火 也展現快攻氣勢 追到上半場結束 兩對差距只剩個位數 剛下半場青年進攻出現破綻 反而人人乘勝追擊 外線猛攻切入禁區雙管齊下 尤其人人背號9號 僅高一的林子號 整場賽事就砍下17分 最近我們球隊練很多快攻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我就大滿出手 最終能人以92比70 超過20分差距拿下勝利 也蠻多要改進的 像是對方今天的快攻 也打蠻多了 雖然比分差很多 但是我們這點做得不太好 然後自己在場上 一二節還在恍神恍神 然後就任中場人告訴我說 你在場上就終於該做事 然後所以下半場才開始慢慢打起來 這現在每一場比賽都是 在為了我們預賽的下一個階段做準備 所以我們模擬很多狀況 包括我們的區域的防守 全場的第一人 退回來的半場的包夾都有在 在這幾場比賽都有去做練習 人人身為去年常要被衛冕軍 雖然日前對上南山高中 敗陪後 這場勝利算是一勺陰霾 最後10月11號 五六名爭霸戰 人人對上南湖高中 中場仍然以76比63 收下本屆第五名 有時新聞 吉華斯 亞麥 許家龍 台北市採訪報導 臺北市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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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